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冷服还可以使局部起到一个凝血的作用 避免手术后的肾血 这也可以减轻肿胀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还可以结合一些消肿的药物 比如说消脱脂 比如说可以静脉稍微点一点点药 减轻水肿的药 然后也可以减轻一下水肿 然后等于这样的 还有第三点就是说做好及时 做好护理 比如说清除一下局部的肾血 清除一下局部的分泌物 完了之后 眼睛及时用点消炎药水 消炎药膏 然后口服上一定的消炎药 然后避免炎性反应 通过这几种方法 可以加快消炎肿 请不吝点赞订阅